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概念第二册的第56课 Faster Than Sound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课文的单词 那么第一个单词就叫做为Sound 名词意思叫做为声音 那么这个词是我们所熟悉的单词 各种各样的声音,人讲话的声音,机器的声音 音乐的声音等等之类的 比如我们曾经看的一部电影中只有这么一个词 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 好,那么这第一个单词我们就看到这里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二个单词叫做Excitement Excitement就是名词,意思叫做为激动,兴奋 那么这是从动词excite所变过来的 那么在动词excite后面加上了ment这个后缀之后所变过来的名词 那么对excite这个动词呢,我们也不陌生 第二个概念叫做为使人兴奋,使人感到激动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句话 The singer's arrival excited the crowd OK,这位歌手的到来,使群众们,使人群们都兴奋起来了 激动起来了 好,那么这是对于动词的excite而言 那么对于我们刚才所遇到的这个名词excitement 我们说过是在动词后面加上了ment后缀所变化过来的 这样的名词形式 那么对excitement而言 那么就表明为这个人 他们所处于这么一种兴奋的状态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句话 Everyone is in a state of great excitement state这个词呢,所表示的意思呢 就叫做为状态,状况 所以咱们这句话所强调的是 每个人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 OK,每个人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 好,那么所以呢 咱们对excitement这个名词 那么来自于动词我们了解的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到的是第三个单词 handsome 这是形容词表示概念叫做漂亮的 美观的 我们昨天也学习过一个词表示为美丽的 那么这个词叫做beautiful 我们知道beautiful一般要形容这个人 它表示美的时候 往往形容女性比较多一点 那么对handsome这个词呢 它表示为漂亮的 更加多的强调是一种帅气的 所以对于它而言 更加多的呢 强调的修饰的 就是男性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home这句话 Lily doesn't know I don't have any feeling for that handsome man OK Lily呢 对那个长得非常帅气的男士 没什么感觉 OK 好,所以咱们这块的handsome 所强调就是人 长得是帅气 一般我们形容男性比较多 好,我们在后面的handsome car 那么此时就说的是 这是一辆非常漂亮的车 所以呢 对于一些物 它比较的漂亮 美观 我们也用上handsome这个形容词来修饰 好 紧接下来我们下面看到的是 这么一个车的品牌 Wells Royce Loyce Loyce OK 紧接下面 第五单词Benz 也是这么一个汽车的品牌 叫做奔驰 好 我们再看到是第六个单词 Well 那么你看我们这篇文章 它所讲到的都是跟车所相关的 所以呢 车轮也提到了 OK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句话 This car has three wheels 这辆车有三个车轮 我们知道早期的汽车呢 有不少的形式和款式 都是三个车轮的 OK 那么讲到车轮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提到美国这个国家 比如说英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讲到美国 America is a country on the wheels OK 那么这句话从字面上说 就是美国它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 OK 我们知道美国 那么开车的人也非常之多 那么不少的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车 也有不少家庭里面 有好几辆车 所以说那么美国呢 他们就是在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强调的就是说 美国人民用车非常的广泛 开车非常之多 这个意思了 好 那么这是第六个单词Well 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往后面看到的是第七个单词 Explosion 这是一个名词 意思叫作为爆炸 也强调是这个爆炸的时候 所发出的这种轰响声 那么对这个名词了解呢 我们同样的从它的动词入手 动词叫作Explode OK 意思也是爆炸 所以呢 我们说过炸弹爆炸 等等那些爆炸可以用上它 The bomb exploded in the building 炸弹在这栋楼里面爆炸了 好 那么对Explosion 它除了表示为这种炸弹的爆炸之外 那么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短语 Population Explosion Population指的是人口 所以这个Population Explosion 就是我们所提及过的 叫作人口爆炸 这么一个概念 OK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口的树木 达到了一个急剧的增长 这个过程 我们就把它叫作Population Explosion 好 再往后面的 The shock of the explosion was felt far away Shock 我们曾经学习过它 表示意思叫作为震惊 实际上Jig Shock 还可以表示概念叫作为震动 因此呢 这句话里面所说的是 炸弹引起的震动 在很远的地方都被感受到了 好 那么Explosion这个名词 以及动词Explode 我们就看到这里了 好 我们看到Debug Dance Course 这是一个名词 表示意思是跑道 也指行程 那么也就是我文章里面 所提到了这些车 他们赛车的时候 所处于这么一种赛道呢 也是在这个course之上的 好 所以我们有 A race course 那么就表示为赛道 好 再往后面的 The plane changed course to avoid the storm 那么这里所说的是 这个飞机 它改变了它的这么一个行程 那么对于飞机而言 它的行程 往往我们把它叫作为航道 所以呢 这个飞机 它改变它的航道 为什么呢 to avoid the storm 为了避开这个风暴 好 在后面我们所看到的是 第九个单词 rival 这是名词 表示概念叫作为对手 那么有了竞争 就会有了对手 好 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句子 Tim and Ted arrivals for the job Tim和Ted 那么他两人 是工作上的这么一对竞争对手 OK 那么讲到竞争的时候 不仅仅是发生在人之间的 也可以发生在一些企业之间 所以呢 rival companies 觉得是竞争的企业 也就说明是两个企业 他们所生产的产品 非常的类似 OK 所以他们就构成了竞争企业 那么名词还会有 rival products 竞争的产品 OK 好 那么就是关于第九个单词 rival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看到第十个单词 speed 是动词 意思叫作为 急迟 那么对speed这个动词而言 它的过去式 是sped 过去分词 也是sped OK 那么这个词 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都是不规则的形式 那么对于这个speed而言呢 我们也遇到过 它的名词叫作为速度 那么当它作为动词而言 往往指的是 非常快速的 急迟而过 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看到 后面这句话 the weekend sped by 周末只有两天 所以咱们在家里面 休息的时候 总觉得这个周末 非常快速的 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咱们这句话 OK the weekend sped by 周末一晃而过了 那么当然还会指 这个车 它非常快速的行驶 所以这个句子 the car sped away 这个车 快速的 行驶 离开了 OK 这辆车 急迟而过 好 那么是关于speed 这个词 我们看到这里之后 我们下面看到的是 第十一个单词 也就是最后一个单词 downhill 它是副词 表示概念叫做为 下坡 那么要表示为 下坡这个动作 我们再配合动词 这个构成短语 go downhill 那么既然downhill 都表示为下坡 所以呢 上坡 我们可以想到的 就是把down 换成和它相反的一个词 就构成了 uphill OK 所以uphill 也是副词 表示概念叫做为 上坡 好 那么这是第五十六课的单词呢 我们就先看到这里